第875集 现在就是圣人都心头悸动 他们感觉到魏亨的可怕 他随意散发的气息就已经如此 一旦出手会有何等场面 可查一声 接下来又有一颗月亮解体 在魏亨的附近化作宇宙尘埃 魏亨一声低吼 一刹那他的身体暴涨 如同一尊神奇发出恐怖无边的光芒 顶天立地 一瞬间太空都在颤离 漂浮在宇宙中的许多陨石都在抖动 而后扎开化成积分 魏亨探出一只大手覆盖星空 抬手便将离久忧星最近的一颗行星 一把抓到那放大的手掌心中 他一把捏爆一颗星球 手段射人 浩瀚波动散发震慑了所有人 圣级以下的进化者瑟瑟发抖 无论是在战舰上还是悬浮在外太空中 许多人都不由自主的贪软下去 有些人更是直接贵服 颤力不止 魏亨披头散发 原本俊美的面孔冷酷起来 没有一点笑容 空洞的眸子中突然爆射闪电 震慑各族圣者 韦天圣是他最喜欢的幼子 最为像他 不仅容貌高度相似 就连性格都接近 结果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 是谁 魏恒低吼 震慑飞出的冰冷闪电 滑破黑暗的宇宙 他在扫尸四方寻找敌人 这时一道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是附近这片星空中唯一不忌惮未恒的人 魏兄你这是怎么了 未免有些过于霸道 今天饮酒却将要成声 你却来这里发威 什么意思呀 人们闪目观看 一辆白银战车散发柔和光芒 以添马拉车横跟在那里 整体弥漫着圣威 让人敬畏 那是圣人的作家 能用八批纯血添马拉车的人 那绝对是大人物 此车能够横堵星海 在白银战车上 有一个青年很懒散坐在那里 享受侍女的捏肩服务 人们悍然发现 那侍女为某一非常强大族群的圣女 李重天你给我滚 伟恒冷冷的说道 话语简洁霸道至极 然而四野人们却哗然震撼莫名 这李重天可不是一般的强者 在某个时代 被尊为星空下第四乃是一代天宗人物 早已成生悠长岁月 很多人都露出意思 知道两者有恩怨 因为在这片星空中 遥遥 九窍通天杜结体等 那一代人被认为史上最强 号称是黄金一代 不可超越 这是各族公认的 不过 其他时代的天骄人物 有些人很不服气 比如说 离黄金一代相隔不过四百年的那一代人就如此 李重天 被尊为白银时代的星空下第四很不情愿 心中不服 更是曾跟魏恒有过节 所以他直接开口针对魏恒 他并不知道魏恒丧子 如果了解内情 估计今天不会这么找上门来 魏恒 你太张狂了 让我看一看你是否配得上史上第九这个身份 白银站车上 李重天的脸很阴沉 他这么大的威名 有谁敢直接让他滚 空间 一下子黑暗了 尾恒横度星空时 简直是毁灭性的 撕裂天雨 黑色宇宙深渊浮现周围 景象骇人 他直接出手 速度太快 出现在白银战车上 举拳就轰杀 态度强硬而霸道到极点 因为 他心中憋着一股怒火 谁惹他都会引发他的无边杀迹 痛失爱子 他内心中早已是电扇雷鸣 怒火如虹 你敢 李重天大怒 对方直接这样动手 出乎他的意料 白银战车爆碎 把匹纯血天马 与那侍女 争腾为血光 最后 原地连宇宙尘埃都没有剩下 被打爆后 又湮灭了 外人看不清 只感觉两团光纠缠在一起 激烈厮杀 接下来 远处几颗星球先后炸开 被两人动用盛气 对碰时给轰爆了 光芒照亮黑暗的宇宙 片刻后 李重天逃走 半边身子上都是血 他这个白银时代的星空下第四 打不过黄金一代中的第九人 带着怒火 双手用力撕裂虚空 跳进去 蹲走 被横道友息怒 请节哀 这时 阴雀族一位老人上前相权 人们愕然 都觉察到情况不对劲 然后 消息传出 只包不住火 事实上 阴雀族也不想隐瞒 还想借助来官里的各族高手力量 袭击寻找到凶手 这是谁干的 太霸道了 即将城上的阴九雀遭受阻击 被打得只剩下小半截躯体 残不忍堵 而那人 将宇文成空圣人的半边 身子也给撕掉 更是将尾横的幼子击毙 震动星海 这是爆炸性新闻的 星空中沸腾 星际网络覆盖各地 让各个生命星球上的进化者都吃惊 一片轰动 元首平台 黑血 角斗场等 他们的网络平台第一时间跟进报道 整片星空中的修饰 都被挑动新鲜 一片热议 狠然 太猛了 只身降临去屠杀 斩断阴九雀的乘生契机 沙残星空骑士宇文成空 还灭掉魏亨之子 这是在高调宣告他无惧阴雀族 星空骑士军团以及西林族 纵横星空无所顾忌 英雄啊 请收下我的膝盖 你太生猛了 待我一程 哦 隐九雀可真够丢人的 那么多人去观礼 却看到他只剩下小半截身子 这哪里是成圣 分明是让他无底自容啊 星空中 一片嘈杂与议论 殷九雀恼羞成怒 暴跳如雷 他实在是丢人到家 魏恒更是面沉似水 他恨不得血洗星空 没有人敢触他的眉头 就是殷九雀 与宇文成空都心虚 躲避他不敢相见 不久后 有人看到魏恒 从未被人发现过的一面 以往的他十分阴柔 可是当天他却发狂 劈头散发 扑向了一颗星球 打吼着 将那颗星球撕成碎片 他失态了 怒到癫狂 我该让你也尝一尝 身边亲人死去的痛苦 楚风呢 是一点也不同情 此时 他们早已逃离龙雀星域 而阴雀族祖星上 那片重要的星空中 所有人 依旧在昏厥中 没有人能将消息传递出去 很长时间了 事件还未曝光 少女夕点头 嗯 魏恒这等阴狠之人 就得需要你这种恶人来磨 他对魏恒的观感极差 将启蒙老师 腌制在坛子中令人发指 光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 这种阴毒之人 无论遭受多么痛苦的惩罚 都不为过 楚风瞪他 谁是恶人 怎么说话呢 这时 地球上的黄牛 欧阳蛤蟆 老驴等人太有默契了 登陆 楚风的金色账号 无敌是多么寂寞 他们第一时间发言 魏军头的安安好啊 就这么简单几个字 让魏恒眼眸漆黑如沐 杀气澎湃 弥漫向整片星空 宇宙各地 人们无言 这个楚风还真是无所顾忌 这个时候刺激史上第九 这是在向他伤口上撒盐 西林族 年轻一代有人在元寿平台上 呵斥说 无敌是多么寂寞 毫无人性 此时说这种话太无耻了 大黑牛立刻还击 我去你大爷的 你们西林族也好意思说无耻 最下作的就是你们 魏军头弹干了什么 将自己的老实割掉头颅 掩脂在罐子中 还有人性吗 自上古一战以来 你们比天神族幽明族都还积极 追捕母性性存下来的族人 你们简直就是畜生 猪狗不如 一场骂战 一片喧嚣 扰乱更为躁动的星空 这时又一则消息传出 惊呆各族 殷雀族的祖姓 圣人闭关静修之地遭贼 被洗劫一空 损失严重 因为一口圣池被连根拔走 让殷雀族差点疯掉 圣池呀 那是一族的底蕴所在 让其他圣人都眼红 不然的话 那里为什么会有两位远古圣人 常年坐镇 就是为了守着那口圣池 结果被人盗走 依据大道留下的蛛丝马迹判断 他就是扶杀殷雀雀 为天圣 宇温成空的那个人 殷雀族 发疯般寻找 丢掉一口圣池 让他们元气大伤 这比殷雀雀遭受袭杀 失去成圣的机会 还可怕 与严重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